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,主场惨败给七六人,这场失利再次让不少快船的支持者们破防了。 首先,快船迎来了鲍威尔的付出,除了威少之外,快船基本是一个全核心出战的阵容,而且威少年薪也只有300多万,这不该成为快船失利的借口。 其次,七六人没有恩彼得,没有巴图姆,没有洛瑞,没有考文顿,没有梅尔顿,他们才是真正让半套核心阵容,让了超过八千万新资的球队快船坐镇主场,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门。 在主场不敌残阵七六人,最让人接受不了的,是快船在赛季这个接骨眼上,暴露出了一个个严峻的问题。 内线三人不堪重用,伦纳德开始面对包夹,另外两名巨头神鬼莫测,状态不稳,主教练在执教表现方面同样能力遭到质疑,这一系列的问题别说让人头疼了,而且出现的时间点也非常尴尬。 说难听点,快船几乎是要带着这一系列的隐患进入季后赛的争夺,随便一个弱点都会被对手抓住去使劲针对,这么多问题叠加在一起,够快船难受了。 然而,这些问题当中最让人沮丧的还是巨头们稳定的问题。 其中,保罗·乔治似乎提前进入了季后赛模式,投篮十五中七,三分八中四,个人拿到十八分三篮板,一助攻一盖帽, 这是乔治交出的数据单。 单从数据方面来看,乔治似乎效率还可以,表现也不错,甚至比起伦纳德和乔治,他的发挥可以说是最好的。 然而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数据具具有一定的欺骗性,实际上,快船最后崩盘就是崩在乔治这里。 明明哈登和伦纳德分别在一些时段强行带队追分,迫进了分差,可莫杰·乔治的那些无脑操作直接一波流带走了快船,他懈怠,篮散,随意地处理球,这些举动都深深在负面影响着快船。 在双方较劲的时候,七六人立足于防守,进攻转移球流畅,努力寻找最佳的触手机会,努力往篮下打。 而乔治则是连续飘在外线出手高难度三分,连续的传球失误送给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,他个人出现了夸张的五次失误,这直接导致了快船的崩盘。 乔治赋18的在场正负值也是两队当中最低的,明显他的灾难表现是快船输球的罪魁祸首。 最可怕的是,这种发挥,在这些年,是乔治季后赛表现的常态,他的数据仍非常亮眼,为快船效力时,季后赛场均得分都在20分以上。 但实际上,本赛季已经是乔治为快船效力的第五个年头,他只为快船出战过两次季后赛,第一次是园区复赛阶段,他的表现,相信大家都看到了,神异场鬼三场是常态,场均也只有20.2分,投篮命中率不足40%, 三分命中率只有33.3%,随后一个赛季,乔治虽然季后赛场均能贡献26.9分,但这是在他出场时间达到40分钟的前提下,交出的数据。 这么看,同样非常平庸,而且乔治的投篮效率并没有提升太多,三分命中率只有33.6%,在之后的两个赛季,一次是快船无缘季后赛,另一次则是乔治因伤没有参加季后赛。 所以现在,你应该能理解,为什么快船不仅在过去这两个赛季考虑过交易乔治,而且本赛季在伦纳德完成续约之后,迟迟没有和乔治达成提前续约了吧。 很明显,在乔治身上,快船吃了太多的亏,管理层压根就不可能给乔治提供他想要的顶薪合同。 站在球迷或是媒体人的角度,群众的眼睛视血亮的,乔治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球队老大,他拿那么高的薪资,对任何球队而言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。 不过,必须要承认的是,如今的联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溢价联盟,球员们的工资水涨船高,只要是球星级别的人物,似乎就能得到比自己真正价值要高不少的合同,乔治也不例外。 尽管他这些年的表现让人头疼,但仍有包括七六人,步行者在内的一些有足够薪资空间的东部季后赛球队,表明了他们愿意给乔治开出足够大报价合同的态度,因为市场上没有更好的选择,他们想要在季后赛更进一步,就需要用溢价合同抢人。 这么看的话,说实话,快船三巨头能在下赛季继续联手吗? 这实际非常困难。本赛季NBA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,西部整体大方向基本确定下来。 首先,雷霆和绝金关于西部第一的竞争会持续到最后一刻,锁定一号种子打八号种子,一代劳,关键几位传奇超具带领的争冠热门,熬战两场附加赛,体能是最大问题,首轮这也是最好的下手时机。 森林郎上不去下不来,快船过去一个月时间里,掉到西部第四,眼瞅着被身后的提湖追上,然后提湖核心英格拉姆倒下,至少缺阵两周时间,提湖不下滑,就谢天谢地,快船又把节奏稳住了。 竞争最激烈的当然是附加赛圈,勇士和前面的胡仁,国王差距越来越大,和后面火箭差距越来越小。 其实本赛季包括太阳,胡仁,勇士这几支球队逐渐走向衰落,除了当家核心詹姆斯杜兰特库里年龄偏大之外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,缺组织者。 当然,勇士可能没那么缺,毕竟替补还有保罗,但他们整体阵容太矮了。 而胡仁和太阳,一个是李福斯兼职,一个是三巨头兼职,有些比赛真没办法看,太乱了。 而这也导致兜底的詹姆斯杜兰特越来越累。 相比之下,快船就没这个烦恼,因为他们有哈登。 那快船本赛季能走多远? 先来看一下,快船对阵西部前八的战绩,对阵雷霆一胜二负,对阵绝金一胜二负,对阵森林郎一胜三负,对阵醍狐一胜三负,对阵独行侠二胜一负,对阵太阳二胜零负,对阵国王二胜一负,搭上对阵第九的胡仁,一胜三负。 总体来说,快船面对前五名,胜少负多,欲强不强。 还有两个数据比较有趣,其一,全明星周末过后,快船防守效率为联盟第27位,差点就联盟垫底的水平,已经和开拓者,胡仁,绝是一个级别。 其二,本赛季哈登助攻上双十,快船总体战绩20胜三负,这个非常夸张,我举两个小例子,快船赢开拓者的比赛,最后四分钟,哈登在场时,快船还领先21分,哈登打卡下班后,快船最终8分险胜。 还有一场比赛,二月底,快船打残阵于难辉雄,哈登全场8中1,拿到9分8篮板8助攻,前7次出手全部打铁,很多媒体和球迷质疑,太伦卢为何最后不让威少上,但最后一分钟,哈登的致命撤补三分球,帮助球队锁定胜局,就进一个球,就这一个球就能赢。 很多场比赛,都是小卡早早打卡下班,乔治第四节前半段刷几分钟也下班,唯独哈登还在坚持,泰伦卢真不敢让哈登下场,客场三节打花开尔特人,包括大胜不行者哈登,独坎35分,包括打开拓者,小卡都是三节打卡,哈登不行。 哈登本赛季不断被质疑,缺少进攻侵略性,缺少投篮欲望,但哈登再能保证胜利,这是他的价值。 接下来引申出第二个点,快船为什么在全明星之后,仿佛换了一支球队,包括哈登自己整体数据也在下滑。 首先,过去四年时间里,小卡和乔治,每到常规赛最后一个月,都出现各种各样的伤病,包括乔治的肩伤和反关节,小卡的膝盖伤势等等。 本赛季,因为哈登到来,小卡和乔治出勤率都超过90%,而且没有大的伤病。 小卡总是在输球后强调,球队一直在靠天赋打球,并没有拿出全部的努力态度。 但快船现实情况是,冲第一,对已经不年轻的四巨头压力都很大,没必要。 而且,卡交组合的伤病问题有前车之鉴,不敢用力过猛。 另外一方面,快船在12月和1月胜率超80%,一路成功北伐,是建立在靠防守带动进攻的基础上。 说白了,也许小卡他不满意球队表现,但快船目的快达到了,健康过渡到季后赛,西决之前避开绝筋。 有哈登在常规赛控场保底,泰伦卢包括快船全队,真正的发力节点是在季后赛。 就像詹姆斯一样,常规赛有地放矢,不愿意防守和没有防守能力是两码事。 而快船成功爬上来的大前提是什么? 哈登! 说句现实的话,但凡祖巴斯普拉姆利泰斯吃饼效率稍微高点,哈登本赛季场均12次助攻,一点问题都没有,实际场均是7.3分8.5助攻,这才是泰伦卢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快船绝对是NBA隐藏最深的球队。 泰伦卢经常视敌以弱,在骑士时期就是如此,当然,他在季后赛的战术就是透支詹姆斯。 而健康的小卡,季后赛统治力一定是在最高一档。 虽然乔治和哈登可能到季后赛会降档,但实际情况是,乔治需要为下一份大合同努力,哈登夺冠窗口越来越小,包括一直期待圆梦的威少,所有人都知道本赛季季后赛的意义。 快船守住第四挺好,绝今只要不落到低就行,快船快要成功了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爷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